你只能在那边开单的 你直接去投诉啊 好不好 叫什么叫什么 车内驾驶不停大声狂骂 开单员也不甘示弱 你一句我一句火气很大 旁边都要走到也是没眼睛吗 所有到家你们在坐的时候 你们不会看是不是 拜托你回去冲 你们有没有新手教育之类的 开单员怒控对方占用道路 但男子哪听得进去怒呛 到法院上在谈 你要先把车停走吗 你现在严重严规交通道路 男子下车 但整场纠纷还没结束 开单员控诉男驾驶 大力推及他 炒了好一段时间 1月30号下午4点多 在头粪市建国路上 一辆名车把身上停车证 放在车辆的右前方 不方便便是 当下开单员开完一般的收费单后 车内驾驶相当不满 立刻和开单员吵了起来 甚至攻击对方的职业 用我的劳力去换取 我应该获得的薪水 我正常工作 我还要对人家要加入 辜负人家眼睛 对此其他名开单员说 一般驾驶会把停车证 放在车辆的左前方 但当初男子放在另一侧 当下没看清楚 才发生纠纷 目前这名开单员已经报案 不排除对男子提告 但为了停车 开单员和驾驶闹不愉快 恐怕真的对簿公堂 记者彭志明 陈思源 王百英 苗栗采访报道